新闻蝙蝠关系 星期二的特朗普取消协议细节 相信你们在报章的fake news已看完 不用多说时间 因为这里的时间非常宝贵 先谈谈伊朗这几天市面上的情况 上星期二我给了一幅图 是伊朗的街头图 在协议仍然生效时 他们可以天天有收入 市民各个安居乐业 但现时的情况会如何呢 知不知道过去一个星期 特朗普未宣布之前 已经银行擠提 所有市民各个人去银行拿钱 或把钱转为金币 因为不知道何时会有战士来到 人各个人都害怕 好像很多人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预感的事 为何呢? 真的これは地震或地震快来 或是粗尽了 戗 boats预言 我们不是伊朗人又不是中东人 我们怎能明白那里的人的心态 而那里的人的心态才是真正的心态 他们已经知道痛 所以一看到特朗普说要这样 未曾他说 他已经做好准备功夫 便去银行取钱 Cash is king 中观现时国际局势 石油一定升 金融市场没什么是一定的 但如果这件事杀起来未有特别结果 战争未来 只有港字 但将会制裁 连自己的盟友的利益都不理 不停制裁 而且将会制裁欧盟 因为将会像中兴一样 我制裁伊朗 你又跟伊朗做生意 我便制裁整个国家公司 欧盟亦是德国法国 亦是德国法国亦是意大利 你跟伊朗做生意 现在很多投资放进去 是跟石油有关的 我亦都制裁你 你亦用不了我的美国银行 所以这件事影响非常大 尤其在中国亦是一样 在那里输入石油 你真正正利用人民币 所以日后非常多问题 特朗普这件事搞出来 上星期我推介今年商品一定升 不然我认为那天是口快快说出来的 这个事情很大事 是关乎传宗接代 谁知我无端白试 口快快就说了出来 反正也说了 错就站定 如果商品不升我真的切 在护锦石油、铜和铝 是油加硫黄加铃铭 一定没错 以上在今后几个月的推介 今日我以沉重的心情 向观众揭露一个美国对中国的大阴谋 为了打压中国一带一路 尤其是石油、人民币、黄金、其货 这件事是罪魁磨手 过去有几多个国家 一说不用美元去买石油 已经被人行刑 直接吊死了 这个是 Saddam Hussein 记不记得 如果美国为了打压这几件事 一连串取代美元的措施 还有铁钢人民币的期货交易 还不想取代美元全球第一的霸主地位 所以特朗普全力打压中国 将会不为余力 彻底打压中兴华为 先打压中国的科技技术 贸易领域 因为这样做可以先截断财务 看你做多法 无钱还还不能 接待资源 资源就是石油 打完财路和石油 打完芯片也打完 中国石油输入来源 沙地亚拉伯是否刚刚才向中国加价 但向中国加价 即是两个加在一起 沙地亚拉伯被美国制裁 是否死了大半截 现在到伊朗 相信他一定和以色列在全面制裁之下 打入伊朗 打仗是说时机的 你们打机也知道 眼睛瞎瞎瞎打不成 但又输了 我告诉你 制裁完之后 接着就打入伊朗 这是一定的 我不敢再说那两个字 还有多少个字 对不对 他一早跟欧洲协议一起对付中国 所以连欧洲在伊朗的投资都不理 现在是八国联军一起对付中国 现在表面上只有俄罗斯 似乎尽力供有给中国 但背后是怎样呢? 没有人知道 白皮佬你相信他吗? 哼 我告诉你 俄罗斯在美国全力制裁下 根本也没有法治 但尤加星对俄罗斯也有利 至于美国 我们又要研究一下 美国现在的油和天然气方面 shell gas等产量数字 先看他自己的产量 这张图是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数字 5月8日是星期二 他宣布那天 WTI、布兰特和天然气 今天我做这个视频是5月10日 到11日 全都升了 WTI是70元之上 不在这里是69元 布兰特是4条7 77.77 现在美国的Oil rate 总共有834元 Gas那边有196元 总共有1032个Oil rate 最下面的是所有较大的Oil rate 每日的产量 大家看到最大的是哪间 在中间下的permian 产量是最大的 既然如此 我又找一张permian产量给其他大的图 给你们看 这幅就是 你们明白 显而异见 特朗普在全方位打压中国 打压中国的科技 中兴华为 打压中国的收入来源 因为要减低出口去美国 要增加石油的输入难度和价格 要高些 所以油价不涨 铁矿和输入 铁矿输入 很多是从澳洲 所以澳洲最近 为何经常如此反华 大家已经明白 已经和特朗普两个合作了 还有一样最奸最奸的 他在表面上仍然笑笑口 习近平是我好朋友 一边说好朋友 一边握手 一边一刀插下去 口、蜜、腹、劍 千万不要被他骗到 至于中国会如何应付这一只豺狼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不是政治家 我亦非常妙小 很多人在平宇兰都说 不懂政治不要胡说 但我不可以不说 老板请了我来说 中国应该不要再客气 不要再对之以来 是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若果俄罗斯真正站在中国这边 两国直接与美国反面 直接与美国反面 直接与伊朗那边 与以色列与美国打一仗 大家都不是在自己本土打的 在伊朗打 每个都是这样 我现在是保护伊朗 我帮伊朗 修复敘利亚 因为差不多已经收得到 接收到台湾 如果台湾的听众不要骂我 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不要再憧憬美国所有假仁假义 狐狐狐狸已不止露出尾巴 是真灵面目已展露出尾巴 中美一战无可避免 赢就赢 赢就赢就赢 打了才算 至于打不打得过 打了才知道 大家都有相亡 我不信 我死一千 你不死八百 我一直不相信 现在就知道石油家所预测当然升 又没有下跌 仍然是预测 特朗普的政策是一定要油价升 他所做的所有东西都要油价升 中东从此排除俄罗斯和中国也有排乱 伊朗一定会搞沙地阿拉伯和其他地方 以色列也一定会搞 用地图看看 全部都是中东的乱局 中东乱局将在今后金融市场很需要密切 因为会影响油价、商品价 影响全世界的避风 一避风走去哪里? 但油价看来有升无跌